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A1、A2、A3、A4乘等差數量 然後公差不等於0 我假設公差是低 然後他問說 這個方程式的解是多少 X是多少、Y是多少 那我們用克拉瑪法則 X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是A1、A2 A4、A5 分之A3、A4 A3、A6 A2、A5 A2、A5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我就把這個乘以互1加進來 就是A1、A2 乘以互1加進來的話 變成是A4-A1 那A4到A1有三個公差 所以這是3D 那互1加進來的話 A5-A2 也是三個公差 3D 所以這都是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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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道理 這是A3 A2 A2 那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A6 A6 這個A5 這個已經寫完了 我要乘以互1加進來 乘以互1加進來的話 這個等於多少 乘以互1加進來的話 這A6-A3的話 也是三個公差 乘以互1加進來 A5-A2的話 也是三個公差 三個公差可以也掉 這三個公差可以抽出來 3D給他抽出來 A3 A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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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抽出來 這3D抽出來 A1 A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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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約掉 約分 這個減就是多少 這個減就是多少 這個減就是一個公差 A3-A2剛好一個公差 A1-A2剛好一個公差 負低 所以這是負1 所以這是負1 然後通常的道理的話 這個ΔY 這上面就是Δ的個詞 下面就是Δ 那我們看ΔY ΔY多少 ΔY的話 是把這個換成這個 就A1 A4 這是A3 A6 這樣多少 我一樣 我把它乘以負1加進來 這A1 A3 這是3D 這也是3D 那3D給他抽出來 3D抽出來 這是A1 A3 這是E1 這樣等於3D 乘以多少 A1 A1 A3 負的兩個公差 負2D 底下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 這是3D 乘以負一個公差 也就是說 Y的話 Y的話 是等於這個Δ 這個Δ是3D 乘以這個負D 這個是負D 所以是負3D平衡 乘以負6D平衡 乘以負6D平衡 乘以負6D平衡